7号晚上9点多 高雄市运主场馆周边 开始出现大量人潮 原来火星人不辱诺的演唱会结束 场内5万多人 连同场外共8万人 瞬间往四周疏散 还好有高捷站长开唱 安抚乘客情绪 85分钟内顺利完成书运 而同样多人的 还有附近的瑞丰夜市 民众高局手机 把瑞丰夜市前的大路口 全部塞满 原来稍早前晚间七八点 电影角头也南下高雄 举办粉丝见面会 而且人潮太多 还得有演员亲自引导交通 不过活动结束 瑞丰夜市人潮不减 因为包括火星人布鲁诺的粉丝 以及附近高雄巨蛋 Energy的歌迷也跑来觅食 固定行程就是这样 听完演唱会来补充鼓励 我们只要演唱会散场 大概有一个小时 就是说不出来的情况 南高雄的六合夜市 同样游客挤爆 店家在演唱会后一个小时 同样忙到手软 火星人 Energy的演唱会 加上角头见面会 三场活动让瑞丰夜市 比平常假日 生意平均多了三成 而六合夜市人潮也多了一倍 业绩提升五成 但活动想要顺利结束 高雄市警方除了事前 拍出防暴犬 针对每个角落仔细巡逻 八月份甚至还针对演唱会 举办国土安全等级的 士兵演练 各种事前演练 也让演唱会经济的推动 更加顺畅 TVBS新闻南部 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